好同學好那不好意思我在回答你的問題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麥克風沒有開啟 所以我現在在快速的講一遍 那當然有一些地方是 我並沒有非常確定你問題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發覺到說我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你可以再同樣的繼續記憶然後告訴我 那我會再 refine 我的回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你提到的問題 第一個和有可能漏回你的信 所以兩封信的這個時間差距 還有看起來是有overlap的問題 所以我就一併回答 看起來你的第一題應該和這第五題是 和第三題是類似的是接近的 不過有一些符號上的用法 我沒有到很確定你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這裡寫一個MSFE 我們用這個詞是在第15章 用Time Series的時候講到嘛 對不對 是Min Square Forecast Error 這是Forecast 然後 可是我們在第14章的時候 用的是MSPE嘛 Mi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這個 所以呢 現在狀況就是 我不太確定你的MSFE是在指 我們Time Series的時候 所講到的MSFE呢 還是 在Big Data這個章節當中 講到的MSPE 那我先把它當成MSPE 好 因為這邊又寫一個 PoOS 就是我們的 RL sample 可是我並沒有寫到 PoOS這個 notation 所以我也不是很確定你這裡的 PoOS是什麼意思 那我就先把它當作是在Big Data裡面的問題 所以1135先一起回答 那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這個所謂的 Mi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這個東西到底在幹嘛 還有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 各種 Cross Validation的方式 包含我們提到的三種對不對 Validation Validation Set Approach 這個Approach就不行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叫做 Leave One Out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的 Enfold Cross Validation 我們有這種三種方式 但你會發現它其實都是在 分割樣本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對 所謂的 Test MSE 也就是 我們在課本當中所提到的 Mi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Test MSE就是 Mi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這個東西的估計 那這東西到底在估什麼 我們就來看一個例子 現在狀況就是說 如果我們如同這一開始 我們在學期初一直在講到的 這種回歸模型 我並沒有告訴你為什麼 我認為這個模型是對的 意思就是 為什麼我這樣子去model Y Given X的 Conditional Expectation 為什麼我這樣去model 我沒有告訴你 我純粹講說 我認為這樣就是對的 這樣子對的情況之下 我要去找到 對Beta0和Beta1的估計式 我們就知道說 你會去定義我們的 Aerror Term 實際上是 這裡其實實際上是 Mozone Residual Sum of Square Residual 去Minimize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 Loss Function 那再去調整這個 Beta0和Beta1的過程當中 B0和B1的過程當中 找到最好的那個解 就是我們的估計式 對不對 那你會注意到說 所以我們用了全部的樣本 i從1到n 我們用了全部的樣本 去找到最棒的 B0和B1 說它是Beta0和Beta1 那現在下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我要選擇 剛剛提到的這個 Functional Form 為什麼我這樣子去model Yi Given Xi的 Conditional Expectation 沒有道理啊 這個東西可以是任何的 G的 X的函數嘛 對不對 比如說 這個G of X 是下面這個樣子 可不可以 是下面這樣子 可不可以 是下面這樣可不可以 是甚至我們學到這種 Large和Property 可不可以 都有可能可以啊 那為什麼 我選這個呢 為什麼我不選這個呢 這就是 我們先退一步的問題 現在回到 模型的選擇上面 為什麼我要選 某個特定的模型 所以你可以想到的是 我們還不去看Beta0 Beta1到底是誰 而是退一步 看一個比Beta0 Beta1更Broad的東西 那這個更Broad的東西呢 含義上就會是 我要怎麼確信說 我應該用 怎樣的複雜度的模型 或者說所謂的自由度 應該是多少的模型 你就可以想成是 多很多個解釋變數啦 或者是你的模型允許 有這種非線性的Pattern存在 非線性Pattern你可以想說 可能可以Fit更多更曲折的東西 這樣子 怎樣的複雜度 怎樣的模型複雜度 才是我要的 這個是一個 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回到說 如果你現在啊 這個 我們重畫一次這個圖 你看到的XY的realization 就是這些點 對不對 沒有道理告訴你說 一定要找一條回歸直線去Fit它 你也可以拿一個指數的曲線來Fit嘛 對不對 這都是很OK的事情 如果你有一個相對應的故事 然後如果你相信 挑出這樣的模型確實最好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用 那我們就是在想說 有沒有一種客觀的標準 可以幫我們去選這些模型 你也可以用我們高中學過的這種Log Range插直法 你把這裡的每個點 都 呃 變成一個 就是你可以一定可以湊出一個多項式嘛 這個多項式可以讓你通過每一個 圖形上的點 那一定 一定OK啊 所以我們就畫一個很醜的 它可能 就強行通過每一個點 但是這個東西會Fit的很好嗎 沒有什麼道理 但我剛剛隨手畫這樣一畫 不代表說 一定他們之間有一個線性的關係 純粹來講說 如果我要去驗證這件事情 你就會需要什麼 需要 你的XY這個Random Sampling的過程中 再產生一筆實現值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在手上有另外一組Random Sample 那你把它點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 這一些新的Random Sample 它背後的Pattern 可能跟你原本藍色這些Random Sample 是來自同樣的Distribution 但是呢 你用 原本的Random Sample 所fit出來的這個綠色的Curve 它沒有辦法很好的去 fit你現在新的Random Sample 新的這個Realization 那你就會發現 你現在得到這個綠色的Model 其實非常的爛嘛 它就有一個overfitting的問題 所以這個overfitting問題 本質上而言它在講什麼事情 它在講的事情就是說 我現在選了不同的模型 而這些模型呢 一定有它們的一個對應的所謂的自由度 就是我們這邊寫Flexibility 它會有多應的東西就是說 我可以把我的Data 手上的這個Data 給fit的多好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想到說 我們這種Lock Range的這種插值法 讓每一個點都強行的被fit進去 那就是把這個Loss Function 給真的極小化變成0嘛 對不對 你可以想到這件事情 可是呢 這樣一定就代表我們得到一個很好的Model嗎 不是啊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綠色的Model 實際上沒有辦法去fit這些紅色的點 所以呢 我們的想法就會是 既然我沒有辦法再拿到一組新的Random Sample 我就把我現在手上所有的Random Sample切成兩半嘛 切成Training Set和Test Set 一部分當作拿來fitModel的東西 另外一部分拿來當作 好像我有一筆新的Random Sample 去檢驗我的Model 是不是有overfitting的問題 所以你就會看到 如下的這個Pattern 注意喔 這裡 Flexibility往右邊移動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解釋變數越多 那實際上就是跨了模型 所以只要 不在同一個 這個牽直線上 那就是 不同的模型 所以不同的模型都可以去 找到一個對應的Loss Function OK 那這個Loss Function一定是 隨著你模型的複雜度越高 那一定是最後 Decay到0 意思就是說 你最後可以把每個樣本點都 fit進去 OK 那這時候你的 模型的複雜度一定是 很高的 然後 你的Loss Function一定是可以到0 但是呢 如果當你 拿一組新的Random Sample 進來test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這個時候 會有一個U-Shape的圖 也就是 一開始好像 在某一段落 看起來沒有問題 是 你增加模型的複雜度的時候呢 你會同時 降低 你的Loss Function 可是呢 到了某一個程度之後 你的Loss Function 反而開始緊噴了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狀況 因為這每一點其實都沒有被 綠色的Curve 來fit down 所以它的Loss可能就會 對應來說就越來越大 很多很多 所以就會看到這個U-Shape 跟這個一定會 一路跑到0的這個Shape 這就是我們的 TestMSE 和TrainingMSE 那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們的 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然後呢 這個我們稍微把它寫個 上表叫做 Out of Sample 然後這個是 Mean Square Prediction 這樣寫不是很好啦 因為我們的課本 定義 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的時候 就已經是定義在 Out of Sample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把它改寫成 MSE 就好了 就是我們 傳統上面認定的MSE 但是就是 In Sample 的MSE OK 那你要注意這個Out of Sample 和In Sample 純粹就是因為 我們手上沒有辦法 再拿到新的一組Random Sample 所以我們把現有的樣本 切成兩份 切成Training Set 和Test Set OK 那如果它們差距很大的部分 就是你選的模型 是 你選的模型 比如說你選了這種模型 比如說你選了這種模型 然後你看到 Test MSE 和Training MSE 差距很大 那你就會 預想到應該出現 Overfitting的問題 所以中期而言的話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 對 MSE 尤其是分成 Training Set 和Test Set MSE的估計 為什麼我們要去估這個東西 其實是 我還沒有進到一個 特定模型裡面去估參數 而是 我還在選擇 我要什麼樣的模型 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去看 各個不同自由度的模型 可以給我怎麼樣的 整體而言 模型和Data Fit 這種Fitness 模型和Data的契合的程度 那我想要選一個 沒有太誇張的 差距太大的 我要選一個 它們足夠接近 而且又夠小的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那選出來的這樣的模型 我再去用我全部的樣本 去估我想要知道的Beta 這是我們的參數 那舉一個例子的話就是 我們學到這種 Ridge Regression 你可以知道 Ridge Regression 我們的Loss Function 這樣子 我們要去Minimize 這個東西 那Minimize的東西 過程當中 你會注意到 前面這跟OL有什麼區別 那後面這項是Penalty 對吧 但是Penalty前面有一個倍率 是Lambda 這個Lambda 代表我們懲罰的力度 你就會發現 隨著Lambda的不同 實際上代表的含義是 這裡Flexibility的選擇 你Lambda越大 就在告訴我的模型說 我越不希望挑出來太多的Beta 或者說這裡我們先不要看Square 看這種絕對值的 因為這樣的話一定可以把 就是Beta既然要Shrink 就會Shrink到0 不像Ridge一樣 可能會是殘存一點點 所以我們先把它看成Lasso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樣的模型 它的Flexibility一定是 Lambda越大的話 越往左邊移動 Lambda越小 越往右邊移動 就是回到 沒有真的往右邊移動 就是OLS它的界在哪裡 那它就是 就是移動到哪裡 這樣子 OK 所以在這樣的模型裡面 你會發現 我要估Beta之前 我其實要先決定Lambda 那怎麼決定這Lambda 就會是說 那我想要看說 在不同的Lambda底下 哪樣的Lambda 可以給我最好的 Training MSE 和Test MSE 接近 而且他們 都同時是 足夠低的 那這樣的Lambda 我才會是 我覺得一個好的Lambda 也就是 在我選擇了 模型自由度的情況之下 然後再去估 我們要的 這裡的乘數估計 那在Mfold 或者是 剛剛我們提到的 無論是 Validation Set Approach 這些東西 我再稍微寫一下 Validation Set Approach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 Leave One Out 第三個的話是 Mfold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他們都一定會去切 所謂的 Training Set 跟Test Set 只是說 Validation Set Approach 只是一刀切而已 直接 50-50 把你的樣本切成兩份 Leave One Out的話 則是 一次只切一個出來 剩下都是 Train 然後 只有一個是Test 只是這樣重複N次 OK 那你就會注意到說 Validation Set Approach 對Test MSE 只有一個估計值 我們 等於說 你也只有一個實現值 你沒辦法去估計 Test MSE 應該會長這樣 但你會發現 如果你有N個樣本 你要怎麼樣把它切兩半呢 你一定會有CN 取二種切法 對不對 就是 一個簡單的組合數 所以呢 你每次切兩半的這個 呃 因為你切 如果你是隨機的切 你隨機的切的話 你得到的Test MSE 其實都不一樣了 所以應該有一個 Refine的方式就是 你去把所有的切法切出來 對不對 切出來之後呢 再去把這些 所有切出來的Test MSE 拿來估計 你真正的Test MSE 應該是多少 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那Leave One Out的精神 也就類似 就會是 因為我一定可以做N次 所以我把這N次拿來 做平均 那M4的話也很相像 你就會有M N除於M N除於M次 因為你總共N個樣本點 然後你分M組 所以你每一組有 N分之N個 呃 對 我想一下 對不起 不對 是做自取M次而已 所以你就把M次的 Test MSE的估計 取平均嘛 得到你對Test MSE的真正的估計 OK 好 好 所以 這樣子 釐清這個 Cross Validation Cross Validation的 含義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實際上 它確實跟Beta沒有關係 但它本身還是有意義的 因為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在我們 Beta之前做的事情 在Google Beta之前 我們就 需要Test MSE 來幫我們決定 模型的自由度 決定模型的Flexibility 然後 這個 所謂的 MS PE 的 估計 如果你是用 M4之類的 你會得到很多個realization 如果 你會得到M一個 那其實它是對於 你真正的 MSPE的一個估計 OK 好 它不代表 數據的 平均誤差 因為 你這裡只寫數據 是不夠的 還要加上 數據 在 給定 特定 特 定 給定特定 自由度 模型之下的無常 這樣才是對的 模型 自由度 自由度 诶 改定特定自由度模型下的誤差 OK OK 是這個意思 好 然後 第五題的話問說 這個含義 像我剛剛講到的 是 嗯 在估Beta之前 我們要決定模型的自由度 OK 好 那所以135應該回答完 那我們再看一下 嗯 4的話 我其實沒有看懂 你問題的意思 因為 如同剛剛所講到的 我沒有寫過這個符號 而且 m2 forecast error 是第16章 time series 所提到的 然後我也沒有寫過這個東西 我到時候寫過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 我只是純粹要強調說 m2 prediction error 是用 out of sample 的樣本 所得到的 那就等於我們在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learning 所提到的 testsmse 這個東西 我只有講過這件事情 我沒有寫過這個符號 所以 我不知道你的什麼意思 而且你這也是寫下標 所以是這樣子 p o o s 我不太知道你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要跟你確認一下 你的語意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 因為你又提到 forecast 估計是 然後我感覺你好像在問是 time series 章節裡面的問題 但我也不曉得 什麼叫做 預估未來的 regression coefficient 進行評價 我不太知道 什麼叫做進行評價 那 所以這 這個問題 可能要請你再 問得詳細一點 多給我一點detail 我才能夠回答 好 那針對第二題的話呢 這裡提到的是 princil component的問題 那 同學問了一個很棒的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要有這個條件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或者說 別的條件可不可以 這條件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我現在哪有 喔 好 這裡 princil component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資料 舉進x 把它寫成這樣 就是我有 k個解釋變數 那第一個是1 然後 再x1 再x2 然後再xk-1 那因為我有n個樣本 所以呢 我就這樣寫 這叫x11 這叫x21 xn1 那這是xk-1 到xnn-1 這應該是x1 k-1 這就是x3 x13 xn3 ok 這是我們表達 我們所有資料的一種方式 那你先不要去管這個矩陣 到底長怎樣 就把 這一個column 一個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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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成是一個 一個東西就好了 所以呢 x你還是可以把它看成一個vector ok嗎 所以這個東西我把它命名叫x0 這東西叫x1 然後到這裡是xk-1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z1 為了表示它其實跟x是同等的 同等 階層的東西 所以我把它都一樣寫出體 就會是 某個係數配上x0 加上某個係數 配上x1 再加上 某個係數配上xk-1 這樣子 那我們 找到第一個principal component的時候呢 我們的目標就是 去maximize這個z1 透過什麼 選取這裡的係數 phi0到phi-k-1 ok 去maximizez1 那你可以想到這件事情當 我這裡的phi0到phi-k-1 都 一直往上緊噴 那 這個variance一定越來越大 所以這樣子 並不好 我就要對 phi0到phi-k-1 有一個 限制 那這個限制是什麼呢 你就會發現是長這個樣子 這意思是什麼 因為 z1就擺成成一個vector 對不對 那既然是一個vector 我們接下來要找一個principal component2 z2 其實也是 類似長這個樣子 只是係數不一樣 我就寫了 c0到c-k-1 好了 也是x0到x-k-1 的一個線性組合 你這個 資料有 k個維度 那你就一定可以找到principal component k ok 你就一定有k個principal component 可以找 那你在找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 這k個principal component 我們就希望 這些項量 你當然可以承認它是項量 因為它就是 x0到x-k組出來的東西 每一個principal component 都是x0到x-k-1 組出來的東西 所以它們都是 在同一個dimension底下的項量 那我就要求這些項量都要一樣長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單位項量 也就是它的norm是1 它長度是1 那它長度怎樣是1呢 我們就取這個euclidean norm 就是它前面這些係數的sum of square 再開根號要是1 因為這也是1 所以有沒有這個根號就沒有差 對不對 所以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 在 k尾裡面是這樣 那在2尾裡面是這樣 所以才會 才會是如同你看到的這種 簡單的euclidean norm ok 這裡有一個根號1在這裡 也沒有問題 好 大致上概念是這樣 所以 當然再講延伸一點的話 就會是說你 principal component 2 3 4 當然都是要有這個限制 只是還要再多一個限制是 你後面的principal component 都要跟你前面的orthagonal 都要垂直 所以才會要求你這裡 principal component 2 和principal component 1 之間要垂直 其實就是covariance 要等於0的意思 那principal component 3 找出來的話 也是要是一樣 你要跟principal component 1 2形成這個平面orthagonal 這樣子 好 那再繼續往下的話也是一樣 你principal component 4 就要跟1 2 3 形成的這個hyperplane orthogonal 好 那你就會發現 如果我們用這個三圍的例子來舉的話 就會是原本 你的資料在xyz 這樣的平面上面 然後呢 我們要找principal component 1 2 3的時候呢 稍微這樣寫 可能比較好 把這個xyz拿掉 其實我就是做一個坐標軸的轉換 但這個坐標軸的轉換 並不是 並不是直接把xyz 按照原本相同的這個夾角 這樣畫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現在叫做 zx之間的夾角 是90度嘛 然後xy之間的夾角是90度 然後zy之間的夾角是90度 然後zy之間的夾角是90度 當然不一定原本要是這樣子 這只是 我去講說原本的坐標軸 他們 互相垂直 那 你現在做坐標軸的轉換 不是只是把xyz相對位置不變 然後把整個東西轉過來 變成xyz 然後他們還是夾角都90度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 當然你最後轉完之後 還是夾角要是90度 只是 嗯 怎麼講的 這個講的越講越不好 好 我 還是不要講那麼複雜 應該是這樣講說 就是 你只要在三維空間中有三個 不會互相線性相依的向量 就可以當做一個新的坐標軸 一組新的坐標軸 這就是所謂的basis 這樣 那現在的狀況就只是 就是我們想要去找出來 呃 我們在principal component 就實際上是在找新的坐標軸 沒有錯 那只是我在找新的坐標軸 過程當中 這可能叫做principal component1 那我找出principal component1 的情況下 就是把我在這個三維空間的資料 去找看在哪個方向上面 我可以找到最大的variance 只是呢 我要要求這個坐標軸的長度 這個長度要是1 ok 然後後面我就一樣 再去找一個跟它垂直的坐標軸 比如說這個 那他們現在在 他們在 他們垂直 好然後這個是principal component2 這樣子 那我也限制這個坐標軸 這個單位向量 它長度要是1 我們在找 因為我在描述坐標軸 其實我就是需要 一組這個 一組向量來去描述這個坐標軸 那我就要求這些向量長度都一樣 就這樣子 那今天的狀況就是 我當然也可以找這個坐標軸的時候 如果要求它的長度是2 那當然這個就跟著也是2 這跟著是2 所以 在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實際上 當然可以用別的限制式 你只要限制 你的坐標軸的長度都一樣就可以了 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顯然 這個 scalar multiplication沒有問題 你還是會找出一模一樣的這個 坐標軸 OK嗎 所以概念上是 你只要 只要有一個對 每一個坐標軸都一樣的限制式 那當然這裡的限制是可以有 各式各樣的限制式 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大概是我對你問題的回答 那如果你還有進一步的問題 可以在 機器人或者是 透過各種方式讓我知道 謝謝